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见不见到 今天邀请了很多年轻的童工在我们中间 无论他们什么年纪 其实都是我很宝贝的孩子 我真的觉得天父永永远都很爱他每一个孩子 并且最想我们活得自由 希乐 没有负担 这是天父的心意 今天特别在我们当中 有两位穆二代 穆者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是穆者 穆者的孩子 其实他们有一个身份 就是因为他们是穆者的孩子 所以他们从小就背着一个淡纸 就是好像我要乖 我要做得好 因为如果我做得不好 人家怎么看我爸爸妈妈呢 于是这个压力 就在他们一路成长当中 就背着 背在他们的肩膀上 其实是沉重的 我很开心 我们在生命树下 其实我们都希望 每一个 你是天父的孩子 你不是穆者的孩子 你不是穆者的孩子 我们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孩子 可以很藏开 在生命树下很藏开 今天特别很想邀请Yunice 邀请欣柔 还有他们这些同伴 乐仔系 欣柔的丈夫 他们都是走过一段 不简单 要从这个压抑 乖孩子的模式 釋放出来 其实是有一个历程 他们今天都很惱开 很弱的 待会大家给点心思 听他们的分享 我相信对你 都很有帮助 你 你讲完了 你就echo 你们应该很多 大家都 大家都 心同感受 很有同理心 我觉得从小长大 不会感觉到 我会有这个身份 让我自己有压力 等到我来香港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身份 其实是给我很多 无心的压力 就觉得我要做得好 人家不可以知道 我的不完美 不好 不整合的地方 所以就常常就觉得 要做得最一百分 给人家知道我是最好的 然后有什么指指点点 都会觉得 这样我就是做得不好 我就带来我爸妈的羞愧 所以我就会无心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 其实我初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说 大家就成为我 知道我是Eunice就好了 不需要知道我是谁的女儿 我是什么分堂来的 最好不知道最好 然后其实我没有想到是一个问题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是不正常 等到Crystal会跟我说 什么你不会想到人家知道你爸妈是谁 然后我才发现 其实我很不拥抱我的这个身份 我是牧师的女儿 因为有牧师的女儿 因为从小就很多很多 很关心我的阿姨叔叔 就会说 你做牧师女儿一定很开心 你爸妈不会吵架的 一定很 你成长的过程一定是很幸福美满 然后我心想 他们也是人 也会吵架 那我心说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从小就是要听这种的话语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像童话故事 你是那一位公主 对 所以很讽刺 当我听到这些的话语的时候 你们都不知道我的苦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的苦 因为我就觉得我说了 这样他们会怎么看我爸爸妈妈 然后我家里的事情 很自然而然 就不能在教会公开的分享 是 然后可能在教会 有说到什么主题 回应 不找你有什么伤害出来 要祷告 我都不敢出来 不敢出去 因为如果我出去 人家就会问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发生什么事 好有趣啊 然后我都会不敢出去 所以这种的事情会发生 好多压抑 所以很多压抑 然后很多自己跟自己说 我不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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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同辈 就会说你是牧师女儿 所以你应该这样 这样 你是牧师女儿 你应该这样 但我没有想过这一句话 在什么情况里面都会让我反弹 你是神学生 所以你应该这样 你是同工 你应该这样 我就直接炸了锅 这样 这样我才发现 其实我里面有一个扭曲了 有一个伤害 有一个变成一个很不真实的自己 对 我可以了解 我相信 恩柳也很有同感 是吗 大部分有同感 我跟她不太一样 我很矛盾的 我巴不得人知道 我是牧师的孩子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我在那里人家就 你是牧师孩子 就会特别尊敬我 特别看我不一样 但是来到这里没有人知道 只有同工知道 给你优惠这样 对 优待 对优待 或者 嗯就是特别的尊敬啊 我来到这里 可能我一开始跟人介绍 可能我去上装备课程 然后他们会 你还听到啊 我说我是马来西亚来的 我是分成 就是还要特地全的 他 然后那个人 我已经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个简单 他说 他说你可以不用讲 不用把你的身份讲出来 然后我就想 不爽 然后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讲 因为就是我的身份啊 对啊 好搞笑啊 你来到 对我跟他不一样 的那个性格 所以我从小 就是很多框框的 我爸爸也是一个 很守规矩的人 嗯 他 就是字写得很美很美 然后就是 所有一切都要做得很好 所以我 我觉得我可能性格也很像爸爸 所以我什么都要做到完美 不用弟兄姐妹 不用阿姨跟我说 你是牧师女 我自己给自己的 对啊 包括当然 当然 弟兄姐妹也会有这些的 就是觉得 哦 你是牧师女 你怎么这样呢 嗯 小时候 小时候 有一个童工就问我 欸恩人文 这个礼拜年 你可不可以当Vocal 然后我就想 当然我愿意 我也OK 但我就只是问他 我说我可以说No吗 他说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 我就是觉得 嗯 怎么 这什么想法 为什么 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 你不能拒绝服饰 对 当然后来我还是 呃 非常投入在每一个服饰啦 但是就是 我觉得我 我是牧师的孩子 我确实 我要做 我不做谁来做 我曾经试过可能一个 圣诞节的一个聚会 我带完敬拜 然后去换衣服 我等一下要跳舞 跳完舞 我等一下要演戏哦 演完戏好像等一下还要 呃 就是连主持都做哦 什么都做 那我也乐在其中 我觉得这样子 哦 我很有贡献啊 我很有价值啊 很有趣 嗯 对 然后包括 电容检院也会啊 就是有 有一个妈妈 就带着女儿去到我 去到我妈的面前说 师母我跟你说 我女儿说她以后 长得要像安柔这样 她们看到这表面吗 什么都会 好像很完美这样的外表 所以我听到就觉得 那我要做到更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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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维持这个形象 其实很累啊 对 对 这一边呢 就是逃避的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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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那些东西呢 其实是 不坚实的 但是呢 又不知怎样去突破 嗯 其实我见到她们 都很辛苦 啊 感谢主了 就是 在611这个大家庭 我们真的大家都 越来越 贵正 有生命树 有生命树的群体 这里有一个生命树的氛围 本身就是 闯开 自由 真实 那这种环境呢 我觉得 对你们来说 是不是 都不是一下子呢 可以这样说 闯开 嗯 八年 这个八年 三年多 三年 嗯 在这儿读完学房 对 对对对 就是八年前来嘛 但我其实是到这一年才慢慢 嗯 甚至你结了婚之后呢 你们选择呢 就是 走世界条路 读完学房 哦 这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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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跟世界吧 嗯 那我又觉得 神虎有恩典 嗯 嗯 恩典 天父把一个 那么万个名字给你 还要特别在你 父亲 去世 把你 管 你说一下这段 爸爸离开世界 对你的影响 嗯 我觉得 应该没有人会味到 爸爸过世 然后就这样子去感恩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 神做事 爸爸在两年前 嗯 2021年的 六月十号离开 他才六十七岁 他从来都没有生病过 我从小到大 只知道他感冒一次 三十 嗯 这二十八年来 所以他一病 就是一脏癌末期 我姐姐跟我说 爸爸生病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 不是你会开这种玩笑 他说是真的 医生说只剩下三个月 那最后他连三个月都不到 从直到生病 到离开五十天 五十一天 我都不能接受 其实他离开的当天早上 我不能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神要行神机嘛 那就是把最难医的病 给爸爸 然后再行神机 叫他得荣耀 这个就是 我们的认知 我还 我们从香港飞回马来西亚 是抱着希望回去的 我没有觉得爸爸会离开 但是爸爸真的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很无助 蛤 我还期待爸爸复活 你知道吗 是认真期待 三天还可以吗 真的 我是 我还觉得神还是会行 但是神不是这么做 他把爸爸接走 我们都很难接受 应该说整个教会 其实都很难接受 对 对 对我们来说打击很大 回到香港 对 我就 其实爸爸离开 对我来说影响最大 是我觉得 爸爸他是 没有留恋地离开 他没有惧怕死亡 然后 他觉得我 刚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就是那个经文 然后他是荣耀地回去的 他在离开世界前一直一直 每一天 我们大概有两个礼拜时间见到他 后来他就离开 他每一天都在跟我们讲一样 我们一定要现身后人在大地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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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都 听到都出耳油了 但是当然很重要 我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没有现身后人在大地 我们走的就像 师母刚刚讲的 我们结了婚后 我本来有全职呼召 但是嫁给一个 就是家人都非常非常敌对这个 就是 信仰 对这个信仰 然后甚至是 去教会都不能说的 那我就认命 反正有钱的生活也蛮好的 那我就享受在金钱山里面也好 那我走不了我曾经想走的路 那 没办法 我就也认命 也享受在里面 可是我 爸爸扣受我回来 我觉得我 我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嗯 因为曾经一个 这么想要服侍神的 也不是 虽然我是牧师的孩子 好像很多人给我起歉 但是其实我心里也想要服侍神 这是我 就是神有呼召我 我也 回应 我也很想要 那我就在想 我到底在干嘛 爸爸都走了 就是走之前看到我们还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对 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 我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要 我要回来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也住很远 开车到家都要半个小时 所以其实 而且疫情嘛 甚至在家 不看直播也OK啊 没有神好像也OK啊 对啊 所以我回到香港我觉得不行了 那时候我跟牧师师母的关系 我觉得是很远 对啊 而且我有很多误解 有很多的 就是完全的 波及 而且是 惧怕 苦毒 所有 那一下 就是 就那一下 我们师母就 拥抱我的示范 然后后来我就 一路一路这样改变 其实我记得你 没回去见爸爸 我跟牧师已经 叫你们两个来房间 嗯 是吗 其实你们那个时候 跟我们的关系是有缘的 但是 你爸爸是 我们分堂的牧者来的 你是他的孩子 所以你要从香港回去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 我们要拥抱你 我们要 帮助你 鼓励你 让你有力量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嗯 但是我们亦都 觉得 那个时候 我心中都已经 有这个感觉 你会一样 你会改变 嗯 嗯 爸爸的 离开 很难过 但好像似乎 爸爸好像是 离开 是唤醒了你 嗯 是 是 我正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 是 神 极大的恩典 神 不惜一切代价 要 唤醒你 嗯 我想这个对你在一生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件事 嗯 我亦都觉得 因由你好似 浪子 嗯 嗯 之前是 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是 到结婚后 就觉得 世界的吸引力很大 嗯 所以之前的那个 乖 压抑 其实是 我们作 乖儿子之前 其实我们 必须先作 真 真儿子 真女儿 如果我们 未做真 我们就做乖 这个不耐久 不耐久 不耐久 我们必须 就是 愿意 在生命树 下面我们 敞开真神 然后归直 在正的里面 我们再跟神说 我回来了 天父爸爸我回来了 我 要做你贴心的孩子 这个是真实的 我很为到 恩友感恩 又很为到 Eunice 她今天 明知爸爸妈妈 会看的 会听见的 但是他们两位 在生命树下 已经是真实的 一切都可以 很raw 心里的说话 是爸爸妈妈 可以完全知道 并且接纳 我觉得这幅图画 实在太美好了 在过去里面 我觉得我们很多下一代 特别牧者的下一代 其实都走不到这个位 但是仅仅今天 看到你们 可以这样 太感恩了 太开心了 祝福大家 我们先来真实 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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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